各位曲波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波 今天我们科技大灾问来谈谈前两天的重磅新闻 英特尔打算赤兹200亿美元 投入金元代工的市场 那么这个决定听起来有点瞎 可是英特尔却因此股价大涨 造成了台积电股价大跌 那么市场这样的反应到底对不对 还有就是英特尔这样的策略 到底对英特尔是好还是不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英特尔重磅轰炸 赤兹200亿美元进军金元代工 那么台积电如何接招 首先我们跟大家先谈谈英特尔的执行长 杰辛格他宣布就英特尔的新蓝图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来谈一下英特尔为什么充斥金元代工 却不转做纯IC设计公司 那么第三个就是台积电的危机有哪些 还有就是台积电的优势有哪些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英特尔跟台积电的策略 还有到底最后会是什么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是3月24号 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宣布赤兹20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其实就在台积电的这个美国厂 同一个地方新建两座金元厂 并且要设立这个金元代工部门 那么市场的解读呢 竟然是觉得这个英特尔这么做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呢造成了台积电前天这个股价大跌 那么英特尔的这个寄星格啊 他宣布里面有几个重点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200亿美元呢 建立两座金元厂 那么呢主要是要在2024年量产7奈米 或者更先进的晶片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设立这个金元代工部门 各位要记得英特尔其实之前也做过这个金元代工部门 但是后来呢草草了事 事实上啦英特尔真的是不适合做金元代工 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解释 那么另外呢这个媒体也报道策略呢 英特尔把它称为IDM2.0 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整合元件制造商叫做IDM 这个IDM的意思呢实际上指的就是 自己设计IC 自己制造 自己封装 自己测试 自己卖 这一种从上到下垂直整合型的公司 我们把它称为整合元件制造商 那么英特尔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 IDM的模式在运作 那么他今天提到这个IDM2.0呢 实际上的概念呢稍微有些不同 最主要就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呢就是他要扩充自己的金元代工厂能 那么这个计划要投资200亿美元 预计啊要创造3000个高科技的职位 3000个建筑职缺 15000个长期当地的工作机会 各位光听到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我必须老实说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金元厂要怎么跟台积电竞争 那么这里的重点还是呢 基辛格呢提到非常高兴跟拜登政府合作 透过奖励措施 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英特尔做这样的决定呢 实际上并不算正确 可是呢因为现在美国鼓励 在美国境内做这个高阶的半导体制造 换句话说呢 美国政府一定给英特尔非常多的奖励 所以他今天宣布要投资200亿 我猜这里面至少有一半以上 根本就是美国政府要帮他付的啦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实际上英特尔会做这样的决定 就非常的合理了 那么再来呢 这个英特尔执行长也特别提到 除了刚刚说的蓝图的第一点 就是要自己增加这个金元代工的产能 那么他的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要委外台积电生产CPU 所以呢这边都特别强调呢 在2023年会开始 请台积电帮他代工中央处理器 各位特别注意 英特尔会把这个低阶的中央处理器 所谓低阶实际上指的是低毛利 使用的制程不是低阶的制程 还是先进制程 但是呢他的毛利是低的 譬如说笔记型电脑 或者个人电脑的处理器 交给台积电代工 这非常合理 早在三个月前 去年我就讲过这样的话 对英特尔来说呢 把中低阶的处理器全部委外给台积电代工 这个对他的以资本赚钱的角度呢 绝对是正确的方向 自己做这个金元代工 去做这种中低阶的产品 这个方向是错的 这边特别提到呢 台积电首度呢 是用先进制程帮英特尔生产这种核心的CPU 换句话说 这一个英特尔所谓的这个IDM2.0的策略 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两项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为什么英特尔充斥金元代工 却不转做纯机体电路的设计呢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英特尔的资金长提到 因为金元代工市场的规模呢 在2025年预计会达到1000亿美元 那各位特别注意哦 我们现在2020年呢 实际上大概只有600多亿美元 换句话说呢 在未来这五年呢 可以成长将近40% 第二个就是因为云端运算新起 所以微软Google亚马逊都自行设计处理器 换句话说呢 这个处理器的制造的这个市场 金元代工的市场 其实非常的大 那这个是他给大家的理由 但是各位要记得就是 英特尔呢 在美国呢 找这么多人来盖金元厂 那么他的成本一定很高 那么美国的这一些客户呢 考量到成本 我认为他交给这一个 英特尔代工的几率其实不高啦 所以这样的策略呢 主要我认为还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 那么因为美国政府愿意给补助 所以呢 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台积电的危机啦 那么英特尔投入这个金元代工 事实上呢 立刻就会得到微软高通 思科亚马逊这些公司的支持 各位特别注意哦 英特尔做金元代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放心的把产品交给他做 英特尔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就不可能做这件事 所以各位呢要记得就是像AMD NVIDIA XINX这种公司呢 是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的产品交给英特尔代工 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 你绝对不会把自己设计的机密去告诉竞争对手 但是呢 微软思科亚马逊是有可能 因为呢 这些公司跟英特尔不是竞争对手 媒体有提到高通啦 我个人认为高通给英特尔代工的几率也不高 主要是因为高通的某些产品跟英特尔是有竞争对手 有竞争关系的 那么台积电的有第二个危机 就是说英特尔跟美国国防部签订协议这个10奈米的制程 来打造军用晶片 之前呢 这个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 当初的说法就是美国呢 国防部有一些计划 可能会交给台积电代工 因为要在美国当地来制作 这个部分呢 英特尔进来之后 或许就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订单 但是我认为这个订单其实没有想象的大 那么我们来谈谈台积电的优势 首先第一个台积电的制程呢 领先英特尔至少两年 我用一个危机百科的这个图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是wikichip上面呢 列出来台积电的这个制程远镜 这个N16就是Node16啦 就是节点 16奈米 12 17到7p 7plus到6 5 5p 到N3 就是3奈米 那么它大概的10成呢 都列出来 这个时间点都还蛮精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intel intel呢 在2015年呢 基本上就是14奈米的制程 所以在那个时间 其实intel是领先台积电的 可是各位发现呢 在过去这五年呢 台积电不停的进步 但是intel呢 这个14奈米却好几个plus 这个N14 我印象中有四个plus 加1再加1再加1再加1 加了四次 那么一直到了2019年 2020年才开始进入10奈米 那我要提醒大家 intel的10奈米 大概是台积电的7奈米 所以实际上呢 你要比较的时候 是把这个10奈米 跟旁边这个7奈米来做比较 各位就会发现呢 台积电的7奈米 大概在2019年量产 那么1819之间 intel的10奈米呢 大概是落在2019到2020之间 所以呢 大概落差是一年多 那么台积电的5奈米 大概是intel的7奈米 那么台积电的5奈米的量产时间 大概是在2020年 intel的7奈米呢 根据他们的这个执行长的说法呢 已经延后到2022 2023年 所以从这个图各位会发现呢 intel的7奈米大概是台积电的5奈米 这个中间的落差大概就是两年 所以我们回来看台积电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先进制程领先intel至少两年 那么再来就是台湾厂有成本优势 台积电的台湾厂的有成本优势 所以呢客户考量到成本 我认为一般消费性电子的产品 不可能交给intel代工 这个恐怕因为成本考量 还是会给台湾的台积电厂 但是呢台积电的美国厂 要跟intel的美国厂正面对决 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台积电的美国厂有制程优势 所以呢基本上 只要是需要先进制程的产品 客户呢 就算想要在美国的工厂做 可能也是得交给台积电才行 不过各位要记得 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很多晶片 未必需要先进制程 所以呢要看状况 但是intel的这个美国厂呢 会抢走一部分台积电 在美国的订单 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intel呢 他打算在2023年呢 把部分的中央处理器 交给台积电代工 这是台积电的第三个优势 为什么intel会这么做呢 原因很简单 还是成本的考量嘛 桌上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要的是便宜 那么这么便宜的东西呢 硬要在美国做 这个成本就不对 这是台积电的优势 所以整体而言呢 我必须说 这个新闻啊 大家有点反应过度了 实际上呢 intel在美国设厂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 它将来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它失败的几率不低 但是呢 因为背后有美国政府撑腰 所以我认为呢 intel会执行下去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会做得很辛苦 所以呢 我们最后谈一下intel的策略 我认为它现在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中低阶的处理器 外包给台积电来代工 这样子呢 可以增加它的毛利 那么呢 高阶的晶片呢 就留在自己的工厂里面制作 理论上呢 intel转型成一家 纯机体电路设计公司 以这个财务来说 对intel 它的这个毛利 获利 基本上才是正确的方向 可是这一次intel却反其道而行 宣布要投资200亿涉金原厂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有点瞎啦 但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策略 还有美国政府给intel的补助 所以他们的执行长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合情合理 只是呢 未来在竞争的时候 还是会很辛苦 恐怕呢 得告美国政府的补助 才能够维持它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它 毕竟呢 有一个政府在背后撑腰 还是有它的优势 那么台积电的策略是什么 我相信呢 它的策略很简单 台湾的厂呢 基本上成本低 所以它的生意 基本上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美国厂呢 或者欧洲日本这些地方呢 它的状况就不太一样 台积电呢 在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地方 设金原厂其实成本都很高 但是呢 设厂不设厂 这个是看实际的状况 像美国它就有设厂 欧洲呢 也会希望它过去设厂 这我之前就已经预测过了 那么最近确实发生了 会不会去 还不确定 但是有一个重点 不管有没有在当地设厂 最重要一定要在当地设研发中心 去吸引当地的人才 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欧洲呢 在先进制程设备上 是非常领先的 那么日本呢 在先进的材料 还有特用化学品 是非常领先的 所以呢 台积电在这两个地方呢 最重要的是要设立研发中心 吸引当地的人才 那么我们在节目里 也提过非常多次 台积电有三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就是先进的材料跟特用化学品都是进口的 第二个弱点就是先进的制程设备都是进口的 一个是在日本 就是先进材料跟特用化学品 一个是在欧洲 就是先进的制程设备 台积电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当地设研发中心 把这些先进设备的技术呢 能够生根 变成台积电自己能够拥有的技术 或者呢 扶植一些供应链 这个对台积电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那么刚好对方需要的是先进制程 我们需要的是设备跟材料 所以呢 我想这个就是台积电的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也是对的 之前有网友一直跟我争论说 台积电到底算不算国际级的公司 这一次呢 全世界都希望台积电过去设厂 利用这个机会 让公司蜕变成一个国际级的公司 我觉得这对台积电来说是正面的 所以呢 这一次 英特尔设美国厂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股票市场反应过度了 事实上呢 它对台积电的影响没有想象的这么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各位有任何问题 想要讨论都可以欢迎大家留言在影片下方 我们可以再来进一步的探讨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咀嚯 好 不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